接下来要讲在span的时候会耍费的项量 什么叫做耍费呢 就是假设大家一起做一个专题 然后有人负责跑实验 有人想了题目 有人写了报告 但是有人只负责上传report 那个就叫做耍费 我看你在点头这样子 你身边很多耍费的人是吗 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漫画 叫做未来挺商店街 没有我想应该是没有这样子 这个不是因为年龄的关系 因为看过人太少了 大家有看过报曼王吗 有听过报曼王的同学举手一下 这么多好手放下 报曼王就是一个很好的热血漫画 就是两个少年 然后一个人负责原作 一个人负责作画 然后其中一个人只要动画化成功 其中一个人就可以讨到老婆 那个未来挺商店街 讲的是一群耍费的漫画家的故事 有一个人负责原作 有一个人负责作画 然后还有一个人专门想作者的话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 漫画后面不是一个作者的话吗 每次都要有一句作者的话 想那个也是要花时间的 所以后来雇了一个人 专门想作者的话 后来觉得说雇一个人负责想作者的话太累了 后来作者的话又分成原作跟作画 希望两个人负责作者的话 这个就是用源这个就是耍费的意思 这边要讲的是耍费的向量 什么叫做耍费的向量呢 在刚才那个S3的例子里面 我们说这个span S3 可以占满整个R2的空间 但是我们发现说 其实不需要S3里面三个vector都使用到 其实就可以占满整个R2的空间 我们可以把1-1或-22这两个vector的其中一个拿掉 根本不会影响span的结果 我们把1-1拿掉span以后 还是占满整个二维的空间 把-22拿掉span以后 还是占满整个二维的平面 所以今天-22跟1-1 其中一个人是多余的 所以其中一个人是种源 其中一个人 只要另外一个人存在的时候 他就会耍费 他就会没有用 好那我们现在呢 要问一下说 什么样的向量会耍费 在一个vector set要来做span的时候 什么样的向量 他会耍费呢 那我们先给一下耍费的定义 耍费的定义是这个样子的 假设有一个vector set叫做s s里面有u1到ukk的向量 再加上v 所以他有k加1的向量 s'就是u1到ukk的向量 那什么叫做v在耍费呢 v在耍费的意思就是 有v跟没有v都是没有差的 不管是s做span 还是s'做span 他们的大小是一模一样的 你把s拿去做span 跟s'拿去做span 大小是一样的 就代表说v这个向量 他是在耍费的向量 他对span这件事情 是完全没有任何贡献的 所以在有v的时候去做span 跟没有v的时候去做span 得到的结果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时候我们就说 v是在耍费 那这种耍费的向量 有什么样的特征呢 怎么一眼看出来 一个向量是不是在耍费呢 那这个部分 至少要讲这一段 是为了后面等一下要接 independent讲的 等一下讲independent这个概念的时候 就会用到向量 是不是在耍费这件事情 我们怎么知道一个向量 是不是在耍费呢 耍费的向量有什么样的特征呢 耍费的向量的特征是 这个向量啊 它是这个vector set里面 其余成员的linear combination 也就是说假设v 是U1到UK的linear combination 那v就是在耍费 或者是说 v是在s'的span里面 s'只有U1到UK s'就是s拿掉v以后的vector set 如果v在s'的span里面 那v呢 就是在耍费 那接下来呢 就是要证明这件事 要证明说 左边的叙述 跟右边的叙述 是等价的 好 那我们先从右边 正到左边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什么叫做s的span跟s'的span 相等这件事情 因为 你要直接证这件事有点难 你要直接证这两个 可能是无穷大的vector set 是一模一样的 有点困难 但是你可以什么证呢 只要你证出 左下角这个叙述 就结束了 左下角这个叙述 是什么意思呢 左下角这个叙述 意思是说 有一个向量w 它在span s里面 保证推得w 在span s'里面 反过来 w在span s'里面 也保证推得w 在span s里面 如果某一个向量 在span s里面 它就一定在s'里面 如果某一个向量 它在span s'里面 它也一定在span s里面 那我们就说 这个span s跟span s' 它们是一模一样的 它们里面的成员 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左边 是我们真正要证的目标 所以我们就是 要藉由右边这个前提 v是s其余成员的 linear combination 这个前提 导出我们的目标 我们的前提 用数学式写下来 是这个样子的 v是u1到uk的linear combination v可以写成b1乘u1加b2乘u2 一直加到bk乘uk b1到bk是某一组 scaler某一组系数 好 那我们根据左边的目标 我们先正上面可以推得下面 好 假设w属span s 那我们就是要想办法 通过一串的推导以后告诉你说 w一定也会属于span s 那这件事情怎么做呢 w属于span s 那意味着什么 w属于span s 意味着w是s这个vector set里面成员的linear combination 所以我们可以把w写成c1乘u1加c2乘u2加到ck乘uk加上c乘上b 那我们现在要知道说v是什么 v是u1到uk的linear combination 这是我们的前提 v是u1到uk的linear combination 所以你完全可以把v代换成这个红色框框里面的这一项 所以你完全可以把v代换成u1到uk的linear combination 那你就可以把w重新整理一下就可以把w写成c1加c倍的b1乘上u1加c2加c倍的b2乘上u2 一直到ck加c倍的bk乘上uk b就不见了 这时候你就会发现说w其实是u1u2到uk的linear combination 根本不需要用到vw是u1u2到uk的linear combination 既然w是u1u2到uk的linear combination 那就意味着w属于span s' 所以我们这边就已经推到这个由上面到下面 w属于span s 那它就会属于span s' 那接下来呢 由下往上 那由下往上怎么做呢 我们就先把这边的前提写出来 w属于span s' 然后接下来呢 期待做过一半推导以后 你就可以写出w属于span s 那w属于span s' 那这件事情写成数学式代表什么意思呢 w属于span s' 意味着说w等于c1乘u1加c2乘u2 一直加到ck乘uk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式子改写成这个样子 在后面加上c倍的v 那你可能会说加上c倍的v 这两个这等号不就不成立了吗 这上面下面不就不成立了吗 v又不一定是零向量 那没关系我告诉你 这个c等于零 这个v前面乘上的这个系数啊 等于零 v前面乘上的系数等于零 那你加上c倍的v就没问题了 等号是成立的 所以w可以写作c1u1加c2u2加ckuk加c倍的v 虽然这个c等于零 所以w是u1到uk和c这个vector set的linear combination 所以w属于spin s 所以我们就证出w属于spin s' 保证推得w属于spin s 所以下面到上面也没问题 所以这个叙述证明完了 你就证明spin s等于spin s' 所以右边到左边没有问题 我们知道说 如果v是s其余成员的linear combination 那spin s就等于spin s' 也就是v是一个在耍费的项量 那从左边震到右边要怎么做呢 我们先把前提写出来 我们已经知道spin s等于spin s' 那我们现在要透过这个前提 推导出v就是s的其余成员的linear combination 或者是v属于spin s' v属于spin s' 那左边的前提呢 是这样子的 左边的前提是 w属于spin s 保证推得w属于spin s' 反过来成立 w属于spin s' 保证推得w属于spin s 那这告诉我们什么呢 首先v属于spin s v属于spin s 那这件事非常的直觉 那如果你一定要我给一个说法的话呢 我就这样告诉你 v可以写成0倍的u1加0倍的u2加到0倍的uk加上0倍的v 所以v是u1u2uk跟v的linear combination v既然是他们的linear combination 那v就属于spin s 这个没有问题 然后根据前提我们已经知道说 如果某个向量属于spin s 它保证属于spin s' 所以v既然属于spin s 那它就保证属于spin s'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 如果两个spin s跟s' 它的大小是一样的时候 那v也就这两个vector set中间 多出来的那一个向量 会是s'这些成员的linear combination 那我们就证明完了 我们就证明说 怎么侦测一个耍费的向量呢 怎么知道哪一个向量对spin 这件事情完全没有贡献呢 怎么知道哪一个同学做专题的时候 完全没有贡献呢 就看说它是不是其他成员的linear combination 如果它是其他成员的linear combination 那就等同于它在做spin的时候 不会有任何贡献